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特别下饭的家常菜 芹菜炒肉丝 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首先准备一块外鸡肉 先把它切成片 然后再把它切成丝 切好后把它腌制一下 放入适量的料酒 少量的丝盐 胡椒粉 生抽和蚝油 再少来的淀粉 老抽上色 用手多抓拌一会儿 拌拌至这样粘稠状 倒适量的食用油搅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接下来再切成葱花姜末和蒜末 切好后放到碗里边用 炒肉丝最好用这种香气 口感更好 芹菜叶营养丰富可以蒸着吃 炸好的芹菜切成段 切好后放到盘里 再来把清洗干净的红椒切成丝 这个红椒微甜不太辣 家里有孩子可以选择用它来搭配菜 热锅凉油 把肉丝倒入锅里翻炒均匀 炒至颜色变色 盛出来放入盘里 锅里的鱼油倒入葱姜末炒香 再倒入芹菜炒至断生 加入生抽和食盐 把生抽和食盐搅匀 把肉丝放进来 大火翻炒 最后放入红椒丝 炒至十两秒钟就可以出锅了 芹菜脆爽 肉丝鲜肖丁花 我家每次做这个菜 这一盘都不我还是吃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感谢大家的观看